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有31匹 那扭力部分也多了8.7的扭盾米 好 另外重點就是耗能表現 A180他這個頻率油耗大概13到13.7左右 那每一公升的這個行事已成這樣 那這是我們如果用925700的話 我首先看一下這個價格大概是29塊多 29.1塊 大家記得一公升29.1塊 你可以跑13公里 那1300呢 他每一度電的耗能電耗 大概在5.6公里到5.9公里左右 一度電可以跑5點多公里 兩度電大概可以跑10公里 11公里大概接近A180的水準了 好 一度電多少錢喔 加油電大概一度電大概是 行駛里程喔 好 就算我不是用家用電 我是去外面這個第三方快充站充電 通常外面快充在一度電大概9塊到10塊 對 兩度電一樣20塊 所以他的行駛里程基本上一定很清楚 明顯低於這個A180 所以很大的優勢在這邊 你開起來你有力 然後加速快 甚至因為少換檔頓錯 看起來更平順 然後你的行駛里程的成本也是降低的 OK 那到底要怎麼選呢 如果我覺得你是這種譬如說 我舉例喔 你這個生活做生意的環境 通常都落在市區 可能是什麼毛小孩美容街送啊 你可能是賣菜的啊 可能是快遞啊 如果你都是在這個市區裡面 這短程使用的話 我覺得強烈建議你一定選的 E300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真的比較很頻慢的 南北奔波 需要常理一開每次一開車 送貨就是上高路公路 就兩百公里起跳的話 當然存油的這個A180 還是有它的優勢在 另外我們不能不 另外重點喔 你看喔A180的部分 它提供八人座的選項 甚至它提供四輪傳動的選項 這也是A180的一個比較 特別一個地方在 如果你真的有八人座的這個需求 甚至你是住高山的地方 你需要四輪傳動 那當然你就比這個A180 存油的部分 是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好 講那麼多 基本上相較於競品喔 在這個林立這個車系裡面 它選擇非常非常多 你有貨車版本 然後相車有兩人座 有五人座 七油的八人座 甚至四輪傳動 所以它相較競品來說 它的選擇非常非常多 包含了它的存油 跟E300存電 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老闆 基本上應該總是有一台林立 是適合你的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2023年啊 今年的上半年啊 中華的商用車啊 在市場上面的銷售成績 表現非常非常地亮眼 重要也是因為 它有多樣性的一個選擇 讓老闆們 有一個多元化的一個變化 而且依據不同的行業別 你可以選擇適合你的車款 那很多人就在想說 那這類的這種商用車啊 尤其是中華的部分啊 銷售的大眾 大概是在哪一個車型 其實關於我們常常在看 這個每個月整體 車輛銷售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有高有低有起有幅 那也大概各個品牌之間 互相有一些競爭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看待這個數字呢 其實因為要從這個數字 你可以觀察到非常的重點 大多數人買什麼車 表示呢 市場上受歡迎的程度 那也攸關這個車未來啊 在市場上面的承接的意願喔 也就是說 所謂的中華車價會受到 市場上受歡迎程度而去做影響 那也代表的這個品牌呢 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呢 或是這個車型呢 在這個使用者的心目中呢 或是實際的經驗 使用的體驗 是不是能夠滿足呢 這個預期之中的期待喔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以中華的商車來說 因為中華商車的這個 這個機種其實非常的多喔 那他在今年的一到六月呢 其實就已經總銷售數量 就來到了七千多台的一個這個數量喔 那你會發現這七千多台的數量裡面呢 其實在這個 其實在這個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VERICA來說 他佔的這個比例為絕大多數喔 怎麼說呢 剛剛講的A180是這個所謂的箱車對不對 在這一個 六千九百八十五輛裡面的一個銷售 佔比是兩千六百一十三輛 那A190跟A210的部分 則是這個貨車的一個部分對不對 欸 關於你有沒有發覺 A190啊 是佔了三千八百九十二輛 跟A210的四百八十輛 其實也是有一個蠻懸殊的差距對不對 那當然因為香車跟貨車本身的用家的需求 是不一樣的喔 你會發覺還是這個 目前商車來說 還是以這個貨車的需求為絕大多數 那到底呢 消費者在意的是 這個A210的貨台夠大嗎 好像有的時候 投家們會覺得說 其實我不是要這麼大的貨台 因為真的你天天滿載的機率 其實也並沒有這麼高 反而是因為貨台長 不當 但以A190來說 他就會相對而言變得 停車比較便利 那甚至是這個 這個穿梭的小巷也會比較靈活 不過我覺得很特別一點就是說 在中華的Berrycar裡面 他的機種的這個數量 其實也是比較多的 也就是說可以提供 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來去購買 甚至像這個羅哥這樣子 你問他他要不要送貨 他根本不用送貨 可是他卻對這樣的香車 會感到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其實慢慢的 國人也接受 使用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香車 來做所謂的家庭使用的需求 或者是出遊的需求 露營旅遊的一個短程的需求 因為為什麼他平常不開車 他根本不需要投資這麼大的金額 在一部這種所謂的百萬修理車上面 其實這樣的車 反而更好用 而且在出遊 在臨時搬家 像有小孩啊 那個大學啊 宿舍啊 暑假到要把東西搬回來啊 哇 開個這個香車過去 你可以把一個籃球隊的行李 都帶回來了吧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便利的一個 這個使用方式啊 那當然啊 我們剛剛今天看到的這些 什麼一三百的這些 電氣化的一個這個商車啊 其實他陸陸續續的 也開始呢 在這個市場上面的消費者 開始去購買 而且 就我所了解 這個市場上的反應 其實相當不錯 大部分消費者說 哇 這車好有力喔 其實跟我們開的感覺是一樣的 對不對 沒錯 哇 這個車子冷氣好清好涼喔 好棒喔 其實跟我們那天去試車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最近好熱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很安靜 對 車內震動感也比較少 對 震動感各方面 總統都比較小喔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觀察的重點 也是為什麼我們每次常常要 去看這個銷售數字 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啦 一到六月賣了 三千八百九十樣的A190 應該是有他獨特的魅力 那我們就請羅哥幫他分析 為什麼現在啊 就是中華的這個商車 A180跟A190 這麼受到台灣的陶家們的喜愛呢 對 我想著重於這個貨車這一塊就好了 就是A190跟A210 那A190呢 它的車長 車寬車高 大家要再講一下 4190的車長 就是我剛剛就講 其實就是比先輩車差不多 對不對 那車寬只有1580mm 所以窄啊 那麼窄的巷子 你也可以穿梭置物 是相當方便的 那車高呢 1910mm 就比較高一點 當然就是為了要爭取空間 對 那其實 A190包含A210 它總共的車型有高達14種 你知道嗎 這麼多 對 它這樣的貨車 所謂這種貨車就是說 前面兩箱 那後面就是貨物空間 它有哪幾種 有鐵床的 有木床的 有鐵板的 還有那種樹鋁箱 樹鋁箱就是那種 常溫的 就是一個箱子了 它先天就做好一個箱子 而且兩邊還都可以開 所以其實 這等於是 你可以用這樣為基礎雛形 那你可以打造你的 譬如說這個行動餐車 做生意的啊 各種各樣的 你能想像的用途 在這一部分 它都已經做了 因為中華現在已經有50年的 商量車的服務 對 當然 所以它的能夠衍生出來的 相關的這種產品 或者是使用者 太多了 你只要有想像 它都把它做得出來 甚至於你還可以諮詢 他們說 你到底有哪些東西 我想要 譬如說我做一個露天咖啡 什麼樣的機型最適合我 它可以幫你推薦 我覺得這個哪一種車型是最好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部分 這個服務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還有你所有的整個行銷的 業務員團隊 它的人面廣不廣 它知不知道怎麼樣處理 它甚至搞不好告訴你 在哪一個區域 適合做哪一種生意的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是長久培養的一種